在彰化縣我們老無老做了許許多多的事情 是全彰化縣第一間製造中心 而且不僅僅是在鹿港 那麼在天鄉的地方也一樣過去幫忙 充分展現領域大鴻邊老無老的驚喜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剛剛這樣子參觀 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我們執行長是女性 大家平均年紀都很輕 但是都非常有愛心 然後對這些長輩的照顧 好像適逢自己的爸爸媽媽 或是自己的工作 那種體貼 那種關心 那種照顧 都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感謝你們 這個就是我們推動長照2.0 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第二個呢也要跟大家報告 因為台灣社會不可避免的人口呢 越來越老化 除了人口減少以外 那我化的這個比例也越來越大 2017年我們65歲以上長輩的人口數 已經等於14歲以下的人口數了 這個趨勢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這個趨勢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好比說我們的這個生育率如果沒有提高的話 65歲以上的比例就會越來越增加 到20%就超高零這個社會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國安問題 那人口政策 鼓勵生育 張外縣有很好的經驗 這個行政院會秩序才會動 但是呢就現有了長輩 如何照顧 也就是個非常重要 那第三個呢 做得好不好 除了我剛剛跟大家報告以外 看城市中部長也的經歷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去年2017年核5億多吧 5億3000萬元 今年2018年核給張外縣15億多 16億 總計畫核到16億元 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 張外縣在推動長照2.0 真的是很嚴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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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未來呢 我們會持續來推動 來解決這個 我們65歲以上 人口數越來越增加這個問題 那簡單的講 我還是要強調 不是說延長壽命 還要健康 社會餐飲 讓大家生活快快樂樂的 健康的餐飲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過去長照一點點 種種的缺點 在蔡英文總統就職之後 衛福部啊 跟之前的林院長 林潛院長跟我 一直我們都有在檢討 都有在改進 那第一個好比說薪資的問題 以前大概2萬多 那現在大概都在3萬2 請教 過去是一個時間 論時間計從 現在是有一點 職務制度有一個新的改變 讓產業可以進來 讓我們這個受照顧的人 他可以 增加得到這個服務的項目 我們目標就只有一個 把事情做好 把這些讓我們的長輩 大家都過得很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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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